後來我們住在這個北部的鄉親 早就有看到紅色的外牛 有很多鄉親給他協助來 團到網路上給大家分享 這個古早 古早的團水 說如果出現到紅色的外牛 也就是火鍋 這是真壞隔壁 表示上天要降臨災難 不過起上專家說 其實這個火鍋是空氣污染造成的 因為空氣污染的關係 所以太陽羹是在大棋棧裡面操作 大部分的南羹會操作掉 所以就有比較多紅羹來做這個月球 所以外牛才會變成紅色的 團水中的火鍋出現了 掛在天上的外牛變成紅軌跡 大家同樣看 都覺得不正常 因為不一樣的角度 協助的外牛 網路上也有很多人在討論 說火鍋如果出現 看到人在嘟到不好的事情 這當然沒有科學建築 跟災難一點關係都沒有 昨天是北部天氣還不錯 非常晴朗 但是有空氣污染 所以細小的微粒呢 經過散射之後 就出現了一個月亮是紅色的情境 預計呢 這兩三天都還有 跟空氣污染有關係的火鍋 說的是美食散燒 也就是空氣裡面的PM2.5 有老婆有很多 地部若說會有蒜射掉 春紅色的更蒜 才會讓外牛看起來紅說一說 也沒有什麼難解掉的事情 今年的四天天氣這麼好 上新的天氣移植出來 天氣這兩天全台灣 都是燒熱穩定的天氣 將有東北部有第十順好 各地關溫超過三十一度 不過天氣的最尾兩天 會由淡百尾風來 這方面落後的紀錄也變換 管我們也一樣兩度到三度 今天一直到清明 假期的前半段 西半部地區澎湖金門馬祖 甚至明天的基隆北海岸 容易有低雲或物影響能見度 大家的交通往返 要特別的留意